哇塞 今天这一顿野餐准备的也太丰盛了吧 吃野餐的时候挑对威士忌也是很好玩的事 我们现在去发现一下 属于今天这个在绿草坪上面的另外一个惊喜 这个环境你看上面是非常繁忙的这个王子大街 但是下了一个layer之后另外一个风景 其实真的在这样就是有带一点微风 然后轻轻草地之下 我相信在这边如果说能够感受更多一定是最好的 有没有发现在视线当中出现什么东西杰尼佛老师 这不会就是算老师今天准备到的惊奇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 哇塞 今天这一顿野餐准备的也太丰盛了吧 而且今天我觉得说它搭配的非常用心 像各种食材等等主要是选择到了克里尼利基 杰尼佛老师有没有对它有什么印象 它的酒厂是处于到北高地的沿海 那它这种就是特别的地形是不是会造就它整体的这样一个酒体比较的不一样啊 所以今天我们来试试烤鲑鱼 烟熏鲑鱼 淡淡略微一点点烟熏的味道 然后搭配上克里尼利基酒厂的那种油脂感 像包裹着那种就是肉汁的风味啊一起含在嘴里 我相信非常的特别 而且我觉得今天很特别的就是还天心有准备到香一点点水果这一些 这里头的那种清甜味呢就跟那个克里尼利基比较底层下头那个甜味比较搭了 我就拿一个做个小收口 感觉嚼在口中啊那种水果的汁液奔发 然后呢再喝进去一口酒味这个时候一定不一样 如果各位小伙伴们你们以后自己要做个野餐组合的时候别忘了啊 好好挑挑酒好好挑挑食物 好好选择一个美丽的环境拥有到惬意的时光 来三文老师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